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 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好 下午的四点钟 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 延续刚才我没有讲完的话题 来看到的是 韩国瑜坐车的追踪器已云 因为说法改变了 所以绿营好像又捡到枪了 王定宇就说了 你看你没有丝毫证据 就随意做出这么重大的国家机器的指控 现在大转弯 然后在边界口 就想要算了吗 最起码的要求就是韩国瑜 你必须要公开道歉 你的相片 你的保养场 你的引擎 还说不是一般的GPS追踪器 真的是没有看过这么不负责任的草包团队 这是王定宇的说法 但是其实国家机器这件事情 也不是只有韩国瑜讲 因为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就是今年民进党在初选的时候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他也被拍到了很清楚的照片 他在台南市政府的台北办公室里面 跟一些立委聚餐 结果也都被拍到了 当时赖清德就曾经只以国家机器 介入民进党的初选 这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被拍到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赖清德的说法 当时总统府说没有这样的说法 可是王定宇同样也有讲 这个赖清德也有讲过国家机器 你怎么没有说他是怎么样 随意的指控没有证据 你也没有要他公开道歉 不过也不太可能 毕竟王定宇跟赖清德 这个同党 他应该不至于会 就是叫赖清德拿出证据 只是现在他好像对韩国瑜的要求 看起来就相对很严格了 是不是两套标准 大家自己想一想 那另外当然网友 这两天网友就又忙了 那像是有网友就说 这个只是赌篮 就是清律粉砖 就说其实好像韩国瑜 真的想太多了 因为如果想要知道 发财长的位置 看中天电视就好了 中最中气做什么呢 意思就是 好像中天电视都可以掌握到 这个韩国瑜的行程 那当然也有人说 王检秋你根本就是出来 打脸自己的阵营的这些议员 像是陈丽娜 你看大家也把陈丽娜 受访的这个画面剪出来了 陈丽娜在听到有所谓追踪器的时候 她说车厂那边在做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前面的引擎部分那边 有被装了什么东西 后来检查是一个追踪器 这是一个访问 然后这个清律粉砖 也很认真的把她所有的对白都贴出来了 就说陈丽娜公然说 然后就有很多民众也都上来洗版了 说这个国家机器动得非常厉害 那照片到底在哪里 陈阿姨你说引擎盖里面 追踪器的照片到底在哪里 王阿姨说没有 说王检秋说没有 你们这样子 这样子冲康这样好吗 这样子 你看很多的网友就来了 还有就是谢龙杰 因为谢龙杰 他也在电视节目上说 他有看过韩国瑜的追踪器 他真的说我有看过 结果也是 有人就说这是鬼月了 也有很多很多的留言说 龙杰 应该是王检秋局长 故意打你的脸 让你出球 你有欠他钱吗 然后赶快出来说清楚 到底是你说谎 还是王检秋说谎 还有人说下次更新剧本的时候 记得要跟导演要剧本 不然这样一直改 大家也都很累 这个友军之间 自己之间也很尴尬 但是这么多 包括绿营的名义代表 包括绿营的这些 相关的侧异的粉丝专业 好像都在讨论国家机器 这件事情 可是是不是 其实也有其他的事情 更重要需要大家关注一下 像是撕烟案 惩处不公平 现在真的有很多人 也都跳出来了 不管是有没有受到惩处的人 像今天最新的说法是说 连总统府里面的县职员工 都写了这个爆料信 给国民党的立委 表达他们的一些看法 然后也提出了他们一些证据 那像这一些案子 好像清绿的粉专 就比较没有兴趣 那当然 那就要看看这个 所谓清兰粉专 或是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有没有办法针对撕烟的案件 继续追下去了 可是到底为什么 这个所谓追踪器的部分 在这个短短一两天之内 变化这么样的大呢 来看看王潜秋 昨天的这场记者会 那这个故事当然是因为 韩国瑜他自爆 说这段时间 他觉得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包括他的车子 可能都被装了追踪器 那王潜秋昨天开记者会是说 韩市长的说法是 可能啦 他没有确认的这样讲 然后是有疑虑跟激震 不是说就已经发现追踪器了 而且这个王潜秋也重申说 他没有说过追踪器 就装在引擎里面这种说法 现场媒体就问他说 可是陈丽娜有说过啊 王潜秋说 那没办法就问陈丽娜 市长说 他的确感觉到 国家机器动得非常厉害 包括自己的车子都可能 被装监追踪器 那么当时他说的是 可能有很多的疑虑 因为有得到太多的 情资的警告 包括身边的人 很多人警告他 那么昨天晚上到 有一些有媒体 这个平面媒体 他错误了引用我本人的说法 他说我说追踪器被装在引擎盖里 我到昨天晚上 还有很多含黑的 那个网络的批图 在网络上流传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跟各位在发言的时候 还有新闻稿 还有所有的声音里头 我没有说过 引擎盖里面有追踪器 没有说过 所以这不是我的话 不再重新一次 所以市长是在 有各方的资讯提供的疑虑底下 他有各种其他的情况 包括有五次闯入市长训的人 那么包括了 有很多的资讯 那么担心被跟监跟监停 那么以至于他说的是 希望呼吁政府 能够不要以国家机器 来做监控特定的人士 那么今天第二点 我们曾经今天发出的 这个声明里头 我们说当2011年 蔡英文总统 以在于党身份 公开抨击马政府 做政治征访 是否也曾经提告 那么这点是我们的疏忽 没有查到后面的情况 的确不是蔡总统去做提告 他当时没有提告 但是他是由其他的民进党的人士 去帮他做所谓的告发 那么告发这件事情 是任何民众也都可以做 那么他也没有提出证据 最后我念一下报道的 这个告发的结果 在2012年3月7号 告发了之后 这是当时的报道 那么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当时他们也曾经很多大篇幅 去指控 包括台湾版的选民案 那么国安局非法指控 那么陈吉迈的副院长当时 也是说马英九东 有前决系统介入大选 等等这些呼吁 不要毁了民主的基础 那么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现在大家一直说 拿出证据人拿出证据来 他当时拿的是 是一个杂志的报道 那就报道里就有一些内容 他们提去告发 那么当事人并不是有提告的 那所以我要再说明一次 这个所谓有追踪器 还有很多的这个疑虑 目前是在合理的怀疑里面 非常的有这样的疑虑跟担心 那么并没有已经查到 所谓在引擎盖或什么样的 这样的地方 那但这个疑虑的确是非常的高的 也的确是担心的 所以他提出了 对政府这样的呼吁 希望国家机器 不要介入什么选举的过程 造成日清资收集 会造成这些压力 或者是不必要的影响 这个选举结果 或是运用不当资讯的 这样的现象 好 这件事情 出现了转弯的情况 好 帮大家还原一下 大概这个是在8月20号 当天早上 有一个市政会议的会后记者会上 韩国瑜就说了 那他之所以会讲出这段话 是因为有记者问他说 李家芬说这个韩冰 最近好像有被跟牌 韩国瑜就说 这阵子国家机器动得非常厉害 包括我的车子 可能被装了追踪器 其实我们都清楚 到了保养场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不讲 我觉得执政党应该恢复 他常讲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 党政分开 国家机器监控我太厉害了 好 然后在韩国瑜 说出这件事情之后 当然立刻就沸腾了 大家都在讨论 那就要去问跟他平常就比较 算是交情比较好的一些 蓝营的议员 明代 像是陈丽娜 这个是高雄市议员 现在也要选立委了 他就在媒体上面说 经过他向市政府查证 应该是车子要保养时 在打开引擎盖的时候 发现的 已经先把东西留下来拍了照了 问题是这些东西还在查 所以高雄市政府 持保留的态度 谢龙介也是说自己有看过 但不是在引擎里面 应该说是在车子底下 当时有问说 那你真的有看过照片 我有看过 在车底下是其次 这样不等于是国家机器 没有介入 国家机器用业余的征信 射出马 是不是也是一种监控 当然昨天下午 王浅秋这场记者会 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了 整段的说法 包括他说市长是说可能被装 有很多的疑虑 我从来没有说过 引擎盖里面有装追踪器 这不是我说过的话 只是有很多的激震显示 那很多人就说 这是已经被装了追踪器 所以大家要求拿出证据 就在加以追杀 那记者就问他说 激震有具体的东西吗 王浅秋说不便多说 有具体内容才会提出声明 那记者就有问他说 那陈丽娜说追踪器 是打开引擎盖的时候发现的 王浅秋说 我这没有办法证据 没有办法评论 这个大家就是 看起来说法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这是叶玉兰老师 警大的前教授 那他其实现在也是韩国瑜的 国政顾问团当中的一员 他的看法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其实前几天 我们在访问一些市议员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告国家机器没有用 既然就已经叫做国家机器的 那告了也是不会告成功的 就是白告 没有意思 但是叶玉兰的看法不太一样 叶玉兰在脸书上面po文 她说 这个韩国瑜从上任之后 有关被国家机器骚扰监控的传闻不断 除了有这个摄影官闯进办公室的事情 现在韩国瑜要提告了 另外还都停留在怀疑的阶段 国家机器介入选举跟监控政体 是动摇国本的大事 不应该陷于无人提告的泥道之中 要让人民 因此对政府的信任就会流失了 他深信在国家机器当中任职的 罚减调警 不会都是受到政党钳制的工具人 一定有一些正义知识 一定也都会有一些 有理想良知的专业中立公务员 否则马英九的泄密案 他最后是获判无罪定验的 所以叶岳兰老师他是很有信心的觉得说 你要相信这些罚减调警 他建议韩国瑜就提告吧 这件事情就让减调 相关单位来好好的调查 但是现在在我们视讯线上的 是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我们其实还是就跟丽娜本人来讨论一下好了 丽娜姐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丽娜姐因为昨天 当然王俭秋出来这个记者会开完之后 立刻就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说法说 结果你是在打脸自己的友军吗 说那你的说法怎么跟陈丽娜跟谢龙介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直接今天新闻大白话上就让丽娜姐来还原一下 到底您的说法跟浅秋的说法之间 到底有哪些不同 你们的认知就之前沟通的认知是相同的状况吗 我应该想说有可能在高雄市政府他有其他的考量 那这个我们是必须要去尊重他的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事实上是从韩市长他对于就是说有可能有装这个追踪器的部分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然后有媒体记者问我 所以呢他们希望我去帮他们做求证的动作 所以我就打电话去市府问说相关的状况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据我所听到的这个部分 应该就是说他们其实有照相下来 然后呢有这个这个实证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跟了媒体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大概原则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后续因为在高雄市政府自己有提出就是可能在这个部分用仪式这样子的一个口气来说相关的一些 好是不是我们重打一下 所有的疑问的部分 好我们重打一下 好刚才我们在跟这个高雄市员陈丽娜连线 但是因为讯号的关系我们重新连线看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让大家听得比较清楚 当然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韩国瑜他自爆自己车上 可能疑似 他觉得有这个激震显示被装了追踪器 结果刚刚也看到其实陈丽娜本来一直就是他的这个很友好的议员 也出来说因为媒体问他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询问 发现确实有告诉他说有照片 但今天看起来感觉起来说法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们继续听丽娜姐的说明 丽娜姐不好意思刚刚有点断线 现在你回到我们的视讯线上了 好丽娜姐嗨我们回来了 我们刚有一段没有听到因为讯号不好 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一下 可以吗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对 好刚刚所提到就是说 后来市政府可能对这个说法上面是采取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追尊重高雄市政府这边的说法 是 因为后续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调查的部分 我们并不是这么样的清楚 好 这个官方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的网路视讯的讯号好像真的不是很理想 我们等一下改用这个电话的方向call in 可能就不会一直被打断了 那我们现在先听一下 就是刚刚市长韩国瑜之前说 他的这个车子疑似被装了这个所谓的追踪器 国家机器动的非常的厉害这件事情 今天蔡英文总统又有最新的一个回应了 我们先来听听看蔡总统她是怎么说的 你怎么看就是韩国瑜先 之前是说这个被扔监 然后现在他的态度是说 一次有引射的方法 那他身边人有跟着针锋 就是说好像也被国家机器扔监 你怎么会不会说一下 我觉得韩市长或者是 好了 韩市长 韩市长如果被质疑什么样的事情 他应该就诚实的面对 那不要去勘托其他的事情 来试图掩盖他被人家质疑的事情 好 刚刚听到蔡英文总统最近回应 她叫韩国瑜不要砍脱了 那现在回到我们的线上的就是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我们现在用电话比较清楚一点 丽娜姐你听得到吗 不好意思我刚一直断线 是可以可以没问题 丽娜姐因为我们直接就讲说 昨天潜秋的记者会的说法看起来是不太一样 您觉得是因为市政府态度上可能转于 转去保留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 没错没错 所以后续的情形我觉得在现在的政府 反而应该要有一个态度就是 他应该要确保所有这次参选的这个候选人 人身安全上面是没有疑虑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还不知道吗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这个有疑虑说 国家机器有没有可能介入的情形 反倒是我觉得 小英总统是不是应该要出来 直接就正视这件事情 然后告诉所有的民众说 这个我们现在的政府是 国家机器是完全不会介入选举 那请大家放心 然后也呼吁国安系统跟所有情制单位 千万不可以介入选举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反而是比较正向的 而不是去说 市长是不是对这件事情 应该要去提告或是怎么样 重点是这件事情当有 就是一件不是一件正确的事 那所以我也期待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这个 在台湾做选举的活动 都会是平安的 那这样是会比较好的 对 Lina姐这样好了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其实从 这个所谓的麻将事件之后 其实很多的支持者 甚至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的 一些这个同仁 也都觉得说 韩市长好像不应该 再以主帅之姿 在回应这些 知为末节这种事情 或是再去讲这些事情 这是不是有统一的一个窗口 以后譬如说像竞选办公室之类 一并的来回应就好了 你觉得接下来 因为这两天看起来这个说法 各方的说法 当然您跟龙介兄 应该也都是这个就是帮 似乎也都是要帮忙他 但是现在看起来 有一些纷争的说法 结果造成可能自伤的一个情况 你觉得未来经过这件事情的一个检讨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 会比较合理 会更合适一点 谢谢主持人 那事实上这件事情 本来选举就有选举的团队 那市政有市政的团队 那这个的确是需要一个专门的团队 来做一些这个组织的工作 事实上会比较合适 那他们如果说有一个统一发言的管道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询问上面 可能也会比较准确一点 那所以对于就是说 是不是就是说一刚开始跟后续 其实内容是一致 但是可能他们对于说 拿捏的方向上面是有所更动的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如果将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专门的这个部门去处理这个事 那当然一定是一件好事 那以我所知 现在市长其实 他的人力真的非常的缺乏 那整个组织上面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到位 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就是 在各方面的这个资源 都是一个非常欠缺的状况 来打这场选战 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市长 不要有这么多的工作量 然后由其他人来做一个就是统筹 这样子的话 对他来讲是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是 那丽娜姐 我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机器 这件事情也有人很多人就说 有可能会 韩市长会自伤到 但是叶玉兰叶老师 也是他的这个顾问团成员之一 叶老师倒是觉得说 不如就提告吧 这件事情不如就告下去 因为如果真的 国家机器介入的话 是动摇国本 那如果去告了 也代表这个韩市长 很在乎这件事情 是不是也让他透过检调 去做一个澄清 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个叶老师 这样的一个建议 你会也这样建议韩市长吗 我觉得他的顾问团里面 真的是人才积极 那如果说在这里头 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给市长 那市长不妨可以参考看看 那所有的决定 还是要由市长这边来做 统一的决定 要不要提告的这件事情 是决定前在市长的手上 那我相信就是说 这些顾问团的这些成员 一定会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 是 好了 我们今天也谢谢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丽娜姐了 这两天 也让你有点困扰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丽娜姐跟我们连线 谢谢你